新聞一向被視為七日先 即是說一宗新聞大概一個星期就會丟淡 但是上個星期劇協和魏法局之間的矛盾激化 不單止不會丟淡 而且會在香港文化史上寫下一頁 因為它標誌著香港公民社會進一步沉淪 事源魏法局說收到外界查詢 質疑它所資助的劇協第31屆香港舞台劇頒獎禮活動內容 直接或間接對本局的聲譽造成損害或不良影響 決定扣減最後一期的資助 康民署今年也不會為頒獎禮提供或贊助場地 換言之劇協和魏法局24年的友好合作關係遭逢劇變 魏法局隨後發出新聞稿解釋有關決定的原因 第二日劇協召開記者招待會 主席馮陸德以鏗槍有力的聲線 對魏法局新聞稿的指控逐點反駁 例如劇協從來沒有事先主動和魏法局 商討頒獎禮細節的傳統 過往幾年一直都有為頒獎禮設立主題 這個並不是去年新增的 頒獎禮一向都有邀請非戲劇界的人士 作為頒獎嘉賓 漫畫家專子和前港台記者蔡玉玲 亦都是屬於文化藝術界 新聞稿說 台上兩位主持以紅喬、紅鮮作為話題 意有所指、與大相關 馮樂德就質疑了 政府從來是沒有清楚講明創作的底線 什麼情況之下才算是違法 更有甚者 如果讀者有看過相關片段的話 兩位主持的確是有講過紅喬 但是就沒有講過紅線 他講的只是那條線 原來講那條線已經等於是講紅線 已經是督到政權的痛處了 經過馮樂德解說之後 藝法局新聞稿內容不單止站不住腳 而且很多地方都很有傷確的餘地 作為負責任的管理機構 理應按照劇協的要求收回有關的指控 但是藝法局並沒有這樣做 取而代之的是民體旅局局長楊潤雄出面支持藝法局 認為劇協的反駁實屬本末倒置 混淆視聽絕不認同 親政府人士也紛紛出來對劇協踩多幾腳 巴士的部社長盧永雄稱文 以被寵壞的孩子沒有好下場為題 將藝法局和劇協的關係比喻做母子 就說孩子天天罵媽媽 媽媽不再向孩子賺錢 孩子甚為憤怒 控訴媽媽的行為影響了她的言論自由 則問為何不能夠罵人 為何不能夠諷刺媽媽 屈永賢更直接說 你罵誰都可以 只要不是用我的錢來罵我 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言論反映出一個令人憤怒的事實 香港政府將公帑變成我的錢 用封建禮教的手法 將一向平等的合作夥伴 矮化成為下級關係 這一點 香港專業戲劇人同盟副會長 黃劍兵接受訪問的時候也都指出 有劇團申請年度資助的時候 被要求提交夏年演出的劇本 講穿了的就是政治審查 已經成為文藝創作的一部分 在國安新時代 劇團和戲劇從業員要有自我審查的意識 當然 那並不是說審查在戲劇史上從來都沒有發生 相反 他一直是戲劇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英國戲劇史學家Steve Nicholson 寫有四卷的1900-1968年英國戲劇審查史 身處多媒體 連電視也都未必會看很多的今日 我們未必會想像到百多年前未有電視 收音機也都只是剛剛起步不久的年代 戲劇的社會影響力遠較今天的強大 英格蘭北部旅遊城市位於利物浦北部的黑池 1878年落成的巨型劇院東圓 Winter Garden 出席開幕禮的嘉賓包括倫敦市長和其他68個城市的市長 可見國家對於戲劇的重視程度 Nicolson 指出 自從1737年至1968年 英國公演的所有戲劇的劇本 必須事先交由皇室公務大臣 Lord Chamberlain 審查 而由於這個是皇室的家臣 他所做的決定 國會都無權過問 這個做法不一定是針對過激的思想 例如1920年代著名的戲劇作家Noel Cohen 有幾部的作品被禁止公演 原因就是作品之中 頹廢的上流社會生活 可能會激發工人階級的不滿 二次大戰之後 事先審查的做法愈來愈顯得過時 於是1968年就通過了戲劇法 全面取消劇本審查 如果上述的發展是歷史趨勢的話 香港近年的做法就是開歷史的倒車 曾經出任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幕僚的陳雲 他著有《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一書 系統這樣追溯1950至2007年香港文化政策的發展 他說政府運用公帑資助文化事業所依據的規定和指引 都必須要有文化理想、價值觀和美學判斷支持 如果沒有了文化理想和美學判斷的資助的話 沒有了創意和多元化為本的資助 就會陷入平庸境地 忘記了立新中正 做些事上來就會陣腳大亂 書裡他引用社會學權威、偉白的說話 當一個官吏將自己比作一口巨大的科層機器的小齒輪的時候 他的興趣就不會是去更新機器發揮更大的效能 而只是在於僅僅成為一口較大的齒輪 這一句說話似乎刻如其分描繪了香港文化藝術界今天的景況 這一夥大齒輪正在展平過往的一切 推倒從來在藝術的道田插上國安和紅線的殃 劇協事件最有起感的地方就是 如果說去年的頒獎禮那條線大家笑完就算 現在在藝法局喚醒了人們的記憶 新聞稿的內容等於是此地無銀 告訴全世界我就是私家紅線的一個 這樣對於藝法局聲譽造成損害的 究竟是劇協還是藝法局自己 就似乎一清二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